哈喽 声音图像正常吗 正常能听到的 扣一下1 好的 欢迎准时遵守的小伙伴们 今天怎么样呢 我们等一下 稍等一下 其他同学一会儿把我们的跟踪股票池来说一下 跟踪案例池 今天大盘是收了一个阳线 出现了见底的信号 从板块上来讲是没有什么我们能操作的热点 拉长的保险呀 传播呀 包括医药啊 新冠药的概念 是受最近有传言说 新冠第二波又开始了 所以很多地方又开始存药了 我们稍等它们两分钟 今天晚上八点之后 袁芳师兄来给大家分享 有时间的话大家都可以听一下直播 直播的参与度会更高 是这里集合 一会儿我讲完大家都不用退出 直接它就会上来 我说不知不知道 不知道已经合适的 还有来的小伙伴吗 还有来的扣一下衣衣 我看看都谁到了 团中有一个小伙伴问的我小商品成 因为今天我在大群转发信息 看到的时候就没有回答 想到晚上的时候详细给讲一下这个吧 一会儿咱们来一块儿讲一下 可能是最后两天都提前过节了 节前行情 咱们发到解读群这个通知了 今天晚上七点到八点是直播 我来扫盲和讲一下咱们案例跟踪池 八点之后是袁芳师兄来给大家做分享 这两天正好是节前没有 你问的 这两天正好是节前的这个行情 所以好多咱们的 尤其是今天传媒板块回调了之后 整体带动下来了 没有高点踢出来 一会儿我仔细把它讲一讲 下下是吧 你在那里面叫下下 好的那咱们今天就开始了 早点结束 一会儿袁芳师兄接着来给大家 那么从早盘的时候 早盘策略中给到了一个是浪潮信息 一个是海鸥股份 浪潮信息是大家来看一下浪潮信息 我没有加到咱们跟踪池里的原因是 它还会再继续来回调一下 那么它是属于394亿的流通市值 它属于波段类的 通常这种情况下我们买音 就是越回调的时候我们越来买音 量能只要缩下来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进行来参与 它适合于好多那种上班的不经常时间来盯盘的 我们来看前一波这里呢 量能缩到了低量缩三亿了之后 这有一波拐点 那么出现了什么呀 上方预阻到缺口压力的时候 又开始回调 那这个地方量能持续再次缩到低量的时候 那又出现了拐点 所以这个案例适合于买音来卖羊 在这个地方它是缩量 是一天炸板跌停的 对吧 跌停板之后翘起来的 那么今天这一天呢 又是一个继续向下跌 那么它量能再缩一缩 缩到低量的时候 可以买音伏击进去 这是这个 然后海鸥股份 海鸥股份昨天讲一下这个 海鸥股份它是有 有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概念的 然后我把它加进来了 海鸥股份它是冷却塔的概念 就跟昨天的夜冷 它是同出一辙的 那我们看一下 海鸥股份在昨天的时候 它是一根高亮 出了一根高亮之后 掌停板板后出高亮 假阴真阳 那么这个地方 第二天的确认是非常强的 次日反包为强 那如果不反包呢 它以掌停板的底来作为支撑 不被跌破 在这里有效进行横盘的时候 也说明主力在这里没有跌破 它这个区间 我们还是在可以看的 缩图来看一下试 整体而言 因为这一期很多新学院 一会我们扫盲的时候 扫盲生命周期 我们在这种案例当中的时候 首先要把它套用到我们的案例中 也就是它第一波是什么 一定要下跌的这一势头 那么最高的时候 从40多块钱 一直跌到最低的8块多钱 那说明这是第一波一个超跌 它在跌的过程中是什么 一路开始向下跌 跌到了底部之后 出现了攻守冲防冲 其后是彻眼退或退 再攻守冲防冲 那我们看到底部 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这个地方呢 是出了一根高亮柱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高亮柱的位置 是高还是不高 这可以说是一根战略柱 向前看它是一根高亮柱 向后看还没有超过它的柱子 所以它是一根战略柱 战略柱相对出现在低位 因为这个位置 它并不是在上方的位置 如果这个位置出现在这里 那我们说它是高位 出现在这里呢 它也是位置偏高 它出现在相对的底部的时候 我们可以确定 它在这里是进行吸筹的 吸了筹之后 我们只要看这根高亮柱 距今为止 它做了什么就可以了 高亮柱之后是个 缩二一 大家来看一下这一天 这一天是极为引起注意的 这一根 它是一个缩二一的下跌 缩二一代表什么 假跌 锁仓跌 逐利筹码没有出来 对吧 缩二一的一个下跌 其后呢 开始了长达这一波的一个下跌 那么下跌到底部了之后 到这里这是一波大的刹车 那么看一下 这里又出现过一根高亮柱 我们向左推的时候 用这个先来个画一下 看一下向左推的时候 它是不是正好消化到了 这一波段的一个二一位 当我们把这一波段整体看成 是一根下跌的一个柱子 这样的话 那这里呢 是不是正好消化到了 它的二一位附近呢 我们通常说 第一波消化到二一位附近 那么之后开始回调 那这里可以换 可以看成是一个大级别的一个换档 这一波是一个刹车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是一个刹车 那这里呢 是一个换档 刹车换档 那什么时候是加油呢 过了最近的这个高点的时候 可以看作 它是这种大级别内的加油 在过了这里的时候 可以看到 过去之后 有一波回踩 那这一波的走势 是不是比前面 要利落的多了 前面都是小阴小阳 小阴小阳 那么这一波 是不是可以看出来 节奏要比较明快的很多 那这一波是过风之后的一个冲 我们看一下冲到了哪啊 摆高战略柱之下 通常这个地方 它是一次性过不去的 战略高柱 它总要消化的 那么在这里呢 它出现了一次消化之后 开始洗盘回调 回调 我们来看一下最近 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回调的时候 是不是几乎没有 给太多的临界 这种就叫做 下跌无临界 那么它一直跌 跌到哪附近了 大家来看一下 左侧这里 是不是上一波的一个真底啊 并且在这里 还有王牌柱 那么这一根柱子 是一根阴阳元帅 前面是阴元帅 这一根是阳元帅 它的头顶画一条线 起到了支撑 并且这是一个精准点 在这一天呢 跟它是有一个 精准回踩重合线 所以它是精准线在下 形成了一个左支右撑 这一波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 下跌回调之后的 一个刹车 那么这个刹车走的 强不强 一个次阳之后 一个掌停板 说明刹车走起来的很强 那么我们观察一下 刹车是不是有征兆的呀 阴住之后 第二日是一个零号 跳空高开 那么第三天是一个掌停板 我们在今天早盘给到的时候 它是呈现了一个 假阴真阳的一个形态 它这个枪呢 是不是已经把左侧的 这个封顶消化掉了 我们说就近来对比 战略风还在它的左方 战略风被这个封顶消化过 筹码转移过来一部分 那么这个动作呢 是消化这个风 对吧 也就是说我每一次在着部消化 逐级在消化的时候 消化完了之后是什么呀 强势的情况下 它会直接反包来走 那么相对来讲 它还有正常 还有一种走势是什么 开始回调 缩三一缩三一的回调 那我们看到它属于哪种啊 它两种都不属于 它既不属于直接反包了的 它也不属于什么呀 开始缩三一缩三一的跌的回调 它量能上确实是缩的 也达到了缩三一的这种状态 但是它不是像我们所说的 缩三一开始一直向下跌 然后跌到这里 不是说它出了直接是这样的柱子 开始向下跌 对吧 我们说如果是这样的缩三一 缩三一的回调 我们在它哪啊 在它的底 以及在它的二一位去等它 但是我们今天的表现皮 这样要强势的多 因为它直接坐在了 掌停板的头上 我们说掌停板不破 这是踩头的 目前来看它还是一个什么 强装呢 对吧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预判它为王牌柱的基柱 王牌柱的基柱后三日定性 那么这是第一天 那是第二天 明天是不是就是一个定性的日子了 那我们明天的临界点在哪 基进型选手在它的顶来做买音动作 也就是它的顶不破的时候 说回来这是个买音的动作 那么稳健型选手在哪啊 这根高亮音它的虚体是比较长的 实体比较短 稳健型选手就可以在过它十顶的时候 给大家来画一下它的三线 稳健型选手在它过十顶的时候 那么通常现在这种行情适合于买音卖羊 大家操稳健者操作 就是哪怕是多等一会儿有确认动作之后 我们再来都是可以的 只要掌停板的顶不被跌破 那么确认它王牌柱的时候 在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多看一下 那这个是海欧股份 还有一个是焦点科技 那么焦点科技是今天我们在早盘的时候 它是一个高开 一字版之后的一个高开 那么触版了之后 从上午开始走入跌破人线 跌破临轴 那我们来看一下焦点科技 这个它属于 首先它属于互联网 AIGC快速支付电商 它的概念是比较杂的 今天统一的泛人工智能 以及我们的主线传媒娱乐 网络游戏就开始回调了 那么它在这里放出了一根 缩量的一字版之后 长它是还有新高的 那么这一天是什么呀 下方跟上来的人 有人在兑现了 所以出了一根高亮柱 我们来缩图看一下 是这根高亮柱处于什么位置 它是否是处于 前面这两个峰啊 31块6 28块3毛1的 这个峰的位置 它今天的收盘呢 收盘也在左峰的这个附近 对吧 量能上出了一根高亮柱 那么它常态是要看条的 变态是看涨的 所以我们对它 明天的策略就是 它有可能还会继续来下跌 那么早晨开盘的动作 就会跟咱们说的挺明确的 那这个地方如果要下跌的话 可能要踩到这个 涨停板的头的附近了 这个地方是个强支撑 那如果明天直接开在假银真阳的21位 或者是开在它的实体之内呢 说明有高开的情况下 它是有反包的一个预期的 但是我们知道它的常态和变态 也就是它常态会跌 变态是条 还有一个小商品程 今天你问我的 对吧 小商品程呢 我们来看 我们是从 今天早晨说的 但是这个案例 我是在昨天前天的时候 就看到它了 为什么呀 因为它这里走了一个过峰宝顶 连阴下跌了之后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次阳柱之后 这里又有一个回踩 回踩了之后 这是一个过峰宝顶的一个动作 也可以把这来看成是它的顶 那这是一个过峰动作 那昨天来讲呢 它是一个确认 对吧 确认它是有效过峰的 但是当我们再把 缩图再看到左侧的时候 你会发现 左侧这里呢 是有一个前期拉升起来的一个高点 它的实顶是多少 8块3毛5 它的虚顶是8块4毛9 对 我们用不负权 一般时候用不负权 那么当我们缩图再来看的时候 你看一下 昨天呢 是不是过去了 那么今天它是什么呀 21位没有跌破情况下 来了一个拉升 出了一根T亮柱 这个是一个大级别的一个峰 过峰之后 进行了一个什么呀 回踩没有破昨天的21位 收了一根T亮柱 那么说它的长发 上面的长发比较多一点 那么实体比较小一点 然后再看一下分时尚 分时尚 这个位置是我们预设的预警线的位置 是昨天我们给到了一个上线的位置 可以看到它是通过了之后 人线和价线是在上面的 包括它上午的走势的时候 也是有红亮柱多的 直到下午的时候开始走弱了 开始怎么样 绿亮柱偏多 并且跌破了人线 打到了临轴附近 那么说形成了这根单枪 T亮单枪 常态是看条 变态是看涨 这里看条的话 第一先看一下 过峰保顶的这个位置 能不能守得住 以及它下方的这个峰顶 7块9毛6的这个峰顶 能不能守得住 如果能守得住的话 它在这几天还会有一个拉升 因为它的趋势一旦形成了 它改变起来会是比较慢的 它属于一个199亿 相对来讲 它是一个波段票 比较大的一个波段票 那么同样 但凡它出阴的时候 要第一时间先离场 这时候我们对它设定一下 它的21位 明天它的阳关道21位 就是我们预设的一个下限 破下限的时候 就是先离场止损的一个位置 我们说这天是T亮主 它常态是要看条的 对吧 这个地方即便是有过峰保顶 我们回踩到位的时候 可以再买进去 但是它跌破我们第一道防线的时候 一定要及时的先出来 向左再看的话 如果它突破了这个峰 以及我们左侧的这个位置 那是不是向上预期 就可以达到这个位置 大概在11块多左右的位置 对吧 所以它还可以继续再跟踪一下 即便它在这个地方 走了过峰保顶 或者有回踩之后 我们还可以继续再跟踪这个案例 懂了吧 这个 然后这个华凯100 这个是我们这一天早盘的时候 给到了净价案例 净价出了个假印真阳 今天是一个缩31的一个回调 跌幅比较大 今天达到了9个多点 盘中最多的时候达到了10个多点 我们说这样的案例 还可以再看不看 首先它今天为什么跌 它是属于互联网概念的 对吧 其次我们昨天说 它是什么呀 高开低走 虽然收了一根长腿 说明下方它是有支撑的 但是今天的早晨开盘动作 是直接低开了的 对吧 低开之后 大家看一下 低开打到临轴不过 打到临轴不过 第二次打到临轴不过的时候 就说明你要走 如果昨天进驾进去的同学 第一次打到临轴下来的时候 就是你要离场的位置 第二次又打到临轴的时候 就是又再次给了你一个离场 离场的位置 有的时候它只会给一次 但是这个装还很不错 给了两次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说这个案例还能不能再看 它上一次的真底在这个位置 25块钱 那么今天是打穿了之后收起来的 对吧 所以它的真底并没有降低 我们这个案例还可以再看两天 目前是一个缩三一的一个回调 我们看一下明后天它的一个走势 如果它把这个25块钱跌破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暂时把它请出观察池 我们后期说明它在走 彻眼退户节奏 我们等它回踩到位的时候 回踩到什么位置 大概在22块888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它 那么这是这个案例 今天盘中还提到了个龙板传媒 龙板传媒早盘的时候 它是很强势的 可以看到它是封了板之后 然后炸开的 龙板传媒和我们昨天做四期训练的那支票 它是很接近的 大家来看一下 昨天我们四期训练的新华文宣 对吧 早盘它也是封住板了的 其后什么呀 随着板块的走落 它就开始炸开了 但是总体而言 它是要强于板块内的其他个股的 说明它还是强势 对吧 这个板块内有跌停的非常多 包括词文 包括南方 但是唯独呢 还有那么几只比较强势的 还硬挺在这里 今天是收了一个炸板单枪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龙板传媒 那可以看到龙板传媒 早盘封板了之后 出现了一根炸板单枪 它也是一根T亮柱 我们说T亮柱的含义就是什么 常态就是要看跌的 所以如果在车上的人 在他准备要开板的那一刹那 你就要先减仓 T亮柱常态要看跌 我们要防一下明天的一回调 然后再来缩图看试 你看到了 前一波是什么呀 在这里出现了高亮柱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这里是消化掉了左侧的风 对吧 出现高亮柱之后呢 在这里开始走了一波 彻眼退户 高亮在这里 彻眼退户退 对吧 那走到这儿开始有了变波 为什么说它这儿变波了呢 开始走出了什么 攻手冲 这段是冲 直接冲到了左侧的凹间峰顶之下 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大的凹 这个地方可以看成是一个一凹 那这里后面就是一个二凹 对吧 二凹走出来之后 来看一下 这里是一个二凹 二凹之后呢 掌停板到峰下了 第二天是一个假阴真阳 第三天缩三一 这是不是一个回马枪啊 回马枪之后 这一天又坐在了这个峰顶线之上 其后有了这两天的一个拉伸 今天是一个梯量 常态它明天是要回调的 那么回调来看一下这个峰顶线 能不能来走一个过峰保顶 那同样的如果板块 板块的那个板包的可能性 不太大了 因为南方传媒啊 包括剑桥啊 包括这个 这个板块内的中国客船 都已经走的跌停 通常情况下 它还有再有一个跌停板 下跌20%幅度的时候 可能才会有 有一个止跌动作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今天第一时间 先要来踢量的时候 先来减仓 如果你怕卖丢的情况下 先来减仓 明天看它的开盘动作 来决定最后的仓位 那么 它今天是一个炸板单枪 我们守它的二一位 如果明天把阳关道 二一位跌破了 那我们就暂时先不看它了 等它下来 等它回调 讲一个节奏慢的股票 这个股票 那这个是我们前期跟踪过的 一直就跟踪过 并且它还有一级暴力概念 这个用来看我们的生命周期 就特别清楚了 那首先这一波呢 是一个大生命周期的一个一 一个下跌对吧 只是说它这个拉升比较迅猛 直接打到了它的上三一的一个位置了 打到上三一位置的时候 开始继续向下缩量回调洗盘 那么来看到 这一波的时候 我们又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生命周期来看 从这一波开始持续走 走到了最底部 那么这是从哪 从大概28块钱左右的位置 最低跌到了5块钱 这个跌幅也是够了的 对吧 70%多左右也是有了的 那我们看到它在底部的时候 这个位置也出现了一根高亮柱 并且这一根高亮柱是假音真阳 来看一下 这一根高亮柱是板后的假音真阳 之后缩二一缩三一 这个假跌是缩的非常明显的 如果我们在盘中看到缩二一之后缩三一的 你就要收集起来 尤其是这种的 它横在掌停板头上 即便有轻微的跌破了之后 也能收回来的这种情况下 说明这个地方是主力庄家在这里的一个吸筹 上方虚顶 高亮虚顶没有过去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压力 我们说十顶有压力 虚顶它也是有压力的 这一天呢 出了一根背亮柱 走到了虚顶之下 次日是没有确认 说明这个地方是一个阴阳转换的一个位置 跌破二一位就要离场 这是一个离场的一个标准 说明它要开始回调了 回调我们在哪整 在它的底通常情况下在二一和底 如果看它那个情况 它在二一位回踩到二一位的时候 还是什么 直接毫不犹豫的跌穿了 那说明它就要到底的这个动作了 那可以看到它在底下之后 走出了一波什么呀 刹车 然后这一波出现了真底降低 我们就从这一波来看 视为它的一个刹车 这一波走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它的节奏非常的鲜明 背亮柱 我们以它的头顶来画线 来看一下这个走的 是不是很鲜明啊 走出了三级进阶 三级进阶之后 直接梯亮来过掉了 什么呀 左侧的风 说明这个地方的梯亮 还是一根缩亮柱的 梯子板是一根缩亮柱的 那第二天是放亮了 梯子板缩亮了 说明什么 这是主力庄家的筹码 第二天呢 上筒了一下左侧之后 放亮了 放亮之后 第三天 这一天没有确认它有效过风 那我们说这一天是消化了左风 在这一天 放出亮能 消化了左风 如果它次日想过的情况下 它是不是开盘 直接开到这里 跳空过去啊 那么主力用行动告诉你了 它不想过 因为它出现了 跳空阴了 是向下的一个走 说明这个地方 是走了一个过风保顶 对吧 在这里走了一个过风保顶动作 那最重要的线是不是就是这根阴柱啊 在它的底和它的顶 这两个位置都是我们的一个伏击位 文件者其实在这个地方 不是文件者了 就是如果你在这个地方看到了过风保顶 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伏击的 那我们说我们是今天 体中盘中体的 它的二一位和它的一个底 都是一个可以伏击的一个位置 今天出的是一个假阴真阳 那么明天要干嘛 确认它一下这个二一位能不能有效站上 那这个地方是走了一个过风保顶 常态它是不是还是要到这个地方来啊 过风保顶 这是什么 二号的一个买点 对吧 在这个位置是一个二号买点 买点之后 常态它会走到左侧的风之下 它能不能过去 会看它在这儿 能不能形成王牌柱的合力和接力 我们说没有王牌不炒股 就是这个原因 一会我们今天的扫毛 就把这个知识点给大家集合的讲一下 这个地方出了什么呀 王牌柱的基柱 对吧 那么它的后三日呢 可以来判定它是不是能形成王牌柱 它可以做基柱 那么这一天呢 也同样是可以做基柱的 看它后三日的一个走势 那么这里呢 是消化掉了阴的二一位 来看一下这个量能 它把左侧的这根重要的阴的二一位 消化过 打穿了 直接打到了它的实顶位置 但是它的量能跟左侧这根比 是不是一个缩量的呀 并且今天收的还是一根假阴真阳 所以什么呀 它这个地方是有向上的预期的 我们明天给它的三线呢 就可以画到向上就是这个阴的二一位 向下呢 不要跌破这个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设的 它的掌停板的一个头的位置 那么明天是不是三日定性啊 第一天是阳 第二天是什么呀 假阳 我们先当阴看 那么等第三天的一个定性 这是这个案例 清楚了吧 还有一个是爱比森 爱比森 我们来缩图看一下是 它所属的是半导体的一个板块 半导体板块在今天是有一波拉升之后有回落的 缩图看是它属于什么 我们所说的这个二的这个位置是吧 一是下跌 二是它的横盘整理 低量柱在这14块8毛 高量柱在这14块8毛2相对是一个低位 那么来看它这个地方是过风了之后走了一波冲 冲了之后这是不是一个防啊 防不破炸板单枪的二一位在这里只跌了之后 这个区间你可以看成什么呀 上方是有压力 下方是有支撑 那么今天 昨天是一个长腿收回来的 今天是直接低开 但是它这一根17块9的位置没有跌破 重新又反包回来了 对吧 反包回来 只是说它这个是个尾盘拉升的 可以看一下 尾盘向上开始拉升的 全天呢 都是趴在人线之上的 对吧 架线趴在人线之上的 所以这个案例我们明天还是继续关注一下 能不能确认21块 20块1毛9的这个是有效来过风的 那看一下今天的分时表现 这个地方是不是全天并没有站稳呢 早盘打上来又下来了 包括这些位置都在下来了 说明什么呀 今天没有 今天虽然日向上看它是站稳的 需要明天的一个确认 对吧 我们说这个位置的第一伏击点在哪啊 在过它的10顶的一个地方 10顶过去了下一个压力位就是虚顶 那么今天它是过了虚顶了 我们要看一下 下一个交易日开盘的时候 能不能确认这个虚顶 如果跟这个地方是一样的 今天假如说这根柱子就是一个今天 那直接第二天来了一个低开出音了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没有确认呢 那如果像这个动作 今天这是过去了 第二天来一个什么呀 向上继续确认的动作 那说明这个地方是有效过风的 我们还可以继续来参与 整体缩图来看 它属于2的这个位置 对吧 但凡它突破过了左侧的这个风 它是不是要走到什么 3的冲段的位置了 它小级别来讲 我们来看这个级别 它已经是冲了 对吧 冲之后要防 防了之后再冲下一个风顶的一个位置 那么这是这个案例清楚了吧 还有一个是上海新阳 这个是我们盘中在提醒的 它属于半导体 还有新粒 这是新粒概念的一只股 它的市值相对来讲 自由流通值82亿 稍微有点大 它不属于那种特别激进的类型 稍微有点偏趋势了 那生命周期来看的话 这一波拉升了之后呢 开始了震荡 开始下调 在这里可以看到 这里消化到了 整体前一波段的一根21位 这是一个波段 我们这一天的掌停板 消化到它的21位的一个附近 我们通常刚才讲 消化到21 是不是开始要回调了 那么回调了 它在这里出现了见底的信号 是不是低点不再跌了 出现了低点抬高 一个见底信号之后 这里出现了低点在抬高吧 见底信号之后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 左峰 左峰的一个位置 可以看到 主力在峰下的时候 这期间 从这一波开始 是不是走势 稳键向上走了一波段呀 底下的亮柱是 红肥绿瘦 背量背量背量的走 那么走到了这里的时候 为什么开始上不去了 看一下这根柱子 四位看盘法怎么看的 来看 这一天出了阴柱 向左推 是不是推到了这根柱子身上 然后我们再向下来看 它是不是一根 带有量能的柱子 所以说但凡前面带有 阴量柱的柱子 打过的时候 都会是什么 都会有过一波消化 量能上来看 我们再来 从这再来继续往回来看 量能上是不是 已经接近于 平量甚至微微增过 这边的量能了 对吧 也就是说 把这里的筹码呢 转移到了这里 那假如我们是 主力庄家的话 筹码转移过来 是不是要进行 一波的洗盘呢 缩三一证明 它是一个假跌 回调的一个开始 那么假跌之后 打到有效支撑 在哪呀 这一根背量柱 有效支撑 之后开始了一波拉升 这一波炸板单枪 再次消化过了 直接消化到了 左侧的左锋之后 开始进行了 风下横盘 风下横盘 这里头呢 是有过激活的 就在这一天 被激活过了 前面我们说 它是碎羊 小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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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羊 一直走上来 只有在这一天 炸板单枪上的时候 它是古性 装性被激活了 激活了之后 进行了风下横盘 那这里是出现了 过风动作 过风之后呢 我们常态说 它会什么 一号过风直接走 二号是 它要回踩一下 过风保顶 那看一下 昨天呢 这里的亮柱是什么 低亮柱 三根低亮柱 缩三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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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亮柱 我们说它回踩到了哪 黄金线 这是王牌柱 后三日的最低点 十点最低点 那么在这个地方 昨天是出了一根 低亮柱 回踩到了这里 我们说 确认是灵魂 只有今天的确认 才能证明 它是回踩到位了 昨天 买音在这里 可以吗 可以 但是今天 如果没有确认的话 你是要离场的 那今天直接早盘 零号开盘 这是什么 确认动作 证明昨天 是 踩到 回踩到位了 并且量能上 缩了低亮 低亮柱 是由被亮柱来确认的 所以今天呢 收了一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早盘其实它走得很强势 金线是有点抢筹的 那么早盘 它其实走得很强势 那走到高处了之后呢 开始什么 横盘 横盘 跌破了人线 其后再上来 那么这一天 它的动作是什么 主力在这一天的行为 是什么行为 是不是要消化 前方这根阴柱啊 我们通常说 这么大的一根阴柱 它如果要过去的情况下 它是不是要出一根掌停板 甚至是什么 乍板像这样形态的 乍板单枪来消化掉了 主力确认了 这里 所以才会继续来上攻 今天出的是一根炸板单枪 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继续在跟踪来看 因为这个地方是过风保顶回踩到位了之后呢 这是一个大凹嘛 凹了之后过风 那么回踩 回踩到了黄金线之后 继续开始重新二次过风 那这个位置今天是有二号买点的 一号买点 这个位置过风的时候为一号买点 对吧 有一个一号买点的一个位置 我们看一下明天的时候 它开盘是怎么开的 这个地方我们用单枪战法就可以 我们说单枪之后 强势的情况下 它会直接继续再向上 那我们给它的三线是21位 作为它的下线防线 如果把21位跌破的话 那证明主力明天不想上攻 对吧 或者说这个半导体板块 明天是没有动作的 那但凡板块有动作 它今天呢 是强于板块内的很多个股的 明天它里应该还会有新高的 我们用炸板单枪战法来应对就可以 但是也要防什么呀 防向这里一个走势 低开之后 形成一个王牌柱 把它作为王牌柱之后 那么后续它走出王牌的 合力和接力的时候 它也会再继续向上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走势 这一天是消化过左锋之后 第二天没有确认 形成了一个将军柱 将军柱之后 我们说王牌柱 它要走出合力和接力 才能持续向上走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没有很好的一根基柱啊 没有走出合力和接力 只有在哪里啊 这一天出现了一根次阳柱 形成了什么 可以看一下 这里是不是走出了接力啊 这一天是将军柱 那这一天呢 这一天也是个将军柱 其后就在它的实体之内运行 那么只有在这一天 它是走出了接力 走出接力之后 又过一波向上的一个行情 其次回来什么呀 保顶 回来有一个回踩的一个动作 那么今天是出现了一号买点 我们对它明天的三线 上线都设在41块2毛5 那么中线呢 就可以设在39块2的这个位置 还可以继续再看 飞乐音响 这个是昨天我们盘中提醒的 涨停了之后 我们昨天也对它有一个预设 就是今天它不破它的上三一位置的时候 上方呢 是为什么出现了一根单枪啊 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左侧的一个封顶 我来放大看一下 它的二一位和它的实顶 都是带有量的 这根亮柱 它是一根带量的一根高亮柱 对吧 所以它常态打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消化 起码要进行量能的一个转移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这个量能 相对于昨天而言 它是收了一根平亮柱吧 把上方的 把上方我们刚才说的 这根音亮柱是不是消化了 看一下 是不是消化到它的二一 把它的实顶的位置 大概也消化掉了 量能上呢 它被激活过 所以它比左侧的量能都要高 这个地方我们用单枪战法来策略 下限不破的话 那我们今天是 可以做一个T的一个动作 可以做T 没有必要把它完全清 那我们上线就要上移了 明天的情况下 下线给它移到4块9 就是今天的二一位 那么上线呢 就是前面的左锋 二一位 阴的二一位 二一位的位置 就是五块一毛二 五块一毛二过去的话 向上我们就可以看到 五块三毛四的这个位置 那么在这里 它是有什么呀 有要准备过锋的一个预期 并且它的节奏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掌停板一天 然后歇一天 然后掌停板一天 歇一天 所以明天可以继续再观看一下 如果二一位 不被跌破的情况下 有效的守住了十顶 那这个地方就可以什么 继续看高一线 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是踩顶 假银真阳 那这个地方呢 收盘也是收在了十顶之上吧 这个地方接近于踩 踩了它的上三一位置和踩腰 收盘收在了十顶之上 那明天 常态不跌破四块九的话 向上还会再有一个拉升呢 这是这个 还有一个是中国海城 中国海城是我们前期跟踪的案例 今天出了掌停板 然后我的线设在这了 因为前两天我就看到它了 它跟着建筑板块在走的 今天建筑板块是有掌停规模的 建筑和商业连锁是有五支掌停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缩同来看 它是我们前期一直在跟踪的一个案例 从这里下跌了之后 量能最近的高量度在这 所以我们只用看最近这里 最近这里就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过一波拉升之后 开始回调 回调了之后 这里不破它的底 形成了什么 左支右撑 对吧 那这一波拉升是比较强势的 它消化掉了左风之后 出了假阴真阳 第二天直接出了低开 说明这是有回调预期的 回调到哪了 大家看一下 这里是不是整体波段的一个二一位啊 把这儿来看成是一根 我来给大家画一下这根柱子 我们把它统一的看成是一根架柱 那这里是不是大概回调在它的二一位左右啊 之后又开始继续上弓 那么主力的庄家意图 意图是不是就是要攻击在这儿 是不是要攻击消化这个地方啊 一次两次 这是不是第三次要来这里了 把这个线去一下 好嘞 那大家来看 这一波之后的回调 回调在哪了 回踩到了左侧的黄金线的一个位置 我们通常说回踩到哪 黄金线 对吧 或者是整体波段的二一位 或者是它的三一位的一个位置 又或者是黄金线上的位置 那这个案例它是回踩到了哪 10块7 在这儿是形成了止跌 刹车换挡 只是说这个真底降低了 那我们就以这一波来为一个新的一个刹车 刹车之后 那这一波就是一个换挡 对吧 刹车换挡 今天阳盖阴的位置是一个买点 是我们的上车的位置 这个地方就是阴阳转换的一个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分式图上这个 那刹盘是不是直接拉过去了 我们的预设的预警线在这里 说明刹盘直接 就是什么 就是非常 已经拉过预警线了 就是我们的一个临界点 伏击点 那之后回踩人线不破 那在这儿呢 全部都是围绕在人线之上的 之后 时间很早 大概在10点多钟 10点钟的时候 就有了一波拉升风板了 它是跟随中字桶来走起来的 那这个还可以再看 中国海城还可以再看 把它加进来 这个案例它要走到哪儿 它是不是要走到这个峰下的位置啊 因为这个峰已经被消化过一次两次了 那这是第三次要过了吧 所以这个还可以继续来看一下 我们来给它设一下明天的三线 这个位置的涨停板之后 我们要保留一下利润 三线设在上三一的位置 上三一的位置是11块9毛2 11块9毛2的一个位置 是我们的下线 那么上线我们说上行找大音 它向上的这个音在这里 再往上看的话 还有一个缺口对吧 所以我们把这个线设在它的缺口的一个位置 12块3毛7的一个地方 突破上线 突破上行12块3毛7的一个地方 之后呢 上方这根音是带压力的 对吧 在它的底 也就是12块7毛1 这两个地方都来设一下它的线 那我们说打过这个地方的时候 肯定会放量 常态它走到带音的柱子的时候 大概率会进行个筹码转移来放量 这个后面的走势 也有可能会出单枪消化之后 回调 然后再继续向上 攻到左侧的这个峰顶 因为就它目前来看它的走势来讲 它是意图比较明确 要达到左侧的峰顶线之下的 只是它的这种形式 是以回马枪的形式走上去 还是说 出炸板单枪之后 之后再比较强势的走上去 这是要看板块的一个 板块的一个情况的 那这个是中国海城 还有一个提到的是高伟达 高伟达是 扫盘的时候 今天的时候提醒到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高伟达 它所属的概念是软件服务的 生命周期上来讲 缩到最小 你会看到它的位置 相对来讲是很低的 对吧 我们从这个位置 100多块钱的时候 跌最低的时候 跌到了几块钱 对吧 6块多钱 7块多钱 那么目前是12块钱 这个位置它是没有多大的一个系统风险的 但是我们要看一下 庄家是怎么走的 这是进行一波强势拉升了之后 板一天 高亮一天 板一天 继续出高亮 放亮了之后 开始了一波回调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波回调之后 这里是什么 车眼退户退了之后 攻守冲防冲 这个位置是不是又是前波的21位啊 把前一波当成是一个大洋来看的话 这样来看的话 那这里是消化到它的21位的位置 这是一根大洋柱 把它当成大洋柱 换一个黑色的线 那这里是大概消化到它的21位 我们说通常第一波打到21位左右的时候 就是一个目标值 大标值 那么其次开展了下一波的 攻守冲防冲 车眼退户退 对吧 那么最近的亮柱在哪 这一波下跌是比较凶猛的 可以看一下 直接是联阴下跌了 底部放亮了 这说明什么呀 快跌到位了 底部是有人在吸筹的 那么走到了底之后 开始来看一下这一波 在底下出现了炸板单枪之后 那这里呢 是把炸板单枪的底都跌破了 说明回踩是比较深的 深了之后我们等什么呀 等它重新再回来的时候 站上高亮顶的时候 就会有一波拉升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过峰之后 一个宝顶 然后开始继续向上了这一波拉升 那么这一波的拉升 可以看一下它对应的左侧 是不是要打到这个位置啊 把这一块的联阴是不是消化掉了 这一波是一个联阴下跌 下跌是没有什么临界的 那么看一下上涨起来的话 是不是用这两波就开始达到了 就开始达标了 上涨起来也是非常快的 那么我们说它第一位置 位置是不是大概就要看在这里了 开始下跌的这个位置 13块7毛8的这个地方 来看一下它今天的走势 从这一天被大洋激活过之后 它走出了什么呀 洋阴阳 这里是有一个王牌柱的 对吧 王牌柱 王牌柱之后 我们说它要走出合力和接力才可以 那这一天可以看成它的一个什么呀 合力王牌柱 阴阳阴是不是要回调了 那么这一天继续看成合力 那这里呢 是一根阴 阴阳 这是阴 这是阴 那今天是一个反包 昨天出现了一个长腿 是说明下方有支撑 踩到了哪 左侧的过风保顶的一个位置 我们这样看 生命节奏的话会比较清晰一点 来这样看 这是一个风顶 那这一波过了之后一个回踩 今天是不是一个反包的动作 今天是有一个反包动作的 那么反包到哪的时候你可以进场呢 因为它的腿比较长 你可以看12块1毛2 以及它的二一位 12块3毛8的位置 看一下分式图上 水下拉起来 12块1毛2就是它的临轴位置 人线和架线全都在上面 12块3毛8这个位置在这 也是站上了的 对吧 那么今天它有没有反包成功啊 是要明天来确认的 并且明天它就会达到了什么呀 左侧的康桥 这是不是桥面呀 明天重点的话 看一下12块8的这个桥面的一个位置 能不能有效站上 那么我们的中线设在哪 设在它的二一位 它是一个20厘米的一个票 所以我们把中线设在它的二一位 上线呢就看一下12块8的这个地方 把它放到我们的安利基金室里来 那么还有是国基汽车 这是属于汽车一体压柱板块的 缩图来看是这一波是1下跌 那这里是2横盘 横盘之后出了一根高亮柱 在这里我们来给它画出来 它最高的这根亮柱 是这里 这里之后再一次上来没有过去 所以来洗盘震荡 那我们说这一波打到这里 是不是打到它上次没有过去的地方 底下出现了什么呀 真底抬升 来看一下这里的真底是陆续抬升的 所以我们来观察它在上行阶段 就是走上升趋势的时候 出现的都是真底抬升 那么说今天它为什么能够出现一根大阳柱 看一下在这里 涨停板之后 涨停板之后出了一个板厚高亮 那么这里回踩到哪了 看一下 整个涨停板的上三一的一个位置 缩三一 在这一天出现了一根缩三一 高亮柱之后立刻缩三一 说明是什么 庄家在锁仓对吧 在缩亮了不跌 那么这是一根王牌柱的黄金线 其后在这里形成了一个震荡 为什么这里震荡过去呀 前面这方是有阴的一个顶的压力的 把这条线一画 大家就看得非常清楚了 这一根板厚高亮消化了之后 开始下来找到支撑位之后 在这里震荡震荡 这是不是走了什么呀 你会发现它每一次震荡走的时候 真底都是在抬高的 是不是啊 这三次真底是不是都在抬高 今天直接回踩精准 九块一毛五 是不是我们刚才画的这根线的位置啊 今天最低踩到九块一毛五之后 开始拉升 我们说这样的案例你在哪介入啊 这样的案例 通常情况下你过最近的这根高亮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这根高亮柱 对吧 参考一下左锋 看这根高亮柱 突破它的高亮底 我们就可以进场 它的高亮顶也是一个进场的一个标准 就是这两个地方是都可以上车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明天说什么呀 今天它已经过掉左侧高亮了 虚顶还没有确认的 明天是不是确认一下虚顶啊 下方的线把它去掉 明天如果主力把虚顶站上 那说明这是一根T亮柱 常态要防跌 如果该跌不跌站上虚顶 说明向上 那如果给它设一个21位 设在这吧 左侧峰顶 9块8毛7的这个地方 如果走过峰 宝顶不破9块8毛7 我们可以什么呀 满阴准备做2号 那如果向上的情况下呢 直接0号开盘 说明它要走冲 10块2毛4过去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用单枪机制来伏击它 就是单枪站法 这是给到的明天的策略 还有几个走弱的 我们要稍微T一下 冰川网络 那冰川网络看到 昨天是一根炸板单枪 坐在了61块2的头顶之上 今天直接什么呀 阳关道跌破了之后 把左侧的这个线也跌破了 我们说这是一个阴阳转换的位置 今天63块6毛5是它的21位 21位没有被站上的情况下 直接就是你要离场的位置 来看一下 早盘低开之后 向上打不过临轴 我们给的策略是什么 63块6毛5 来看一下在哪 63块6毛5在这里 在这儿 这个尖尖打过去的时候 21位站不上 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离场的一个标准 这个地方就是阴阳转换的一个位置 第一时间要在这儿离场 如果你在这儿没有及时挂掉出去 第二次再打到这儿 高点不高 在逐步降低的时候 也是一个离场位置 这就是阴阳转换的一个位置 是不是高点逐步在降低呀 所以在这个位置向上打的时候就要离场 跌破我们前方底的时候 61块2的时候 更是一个离场的一个位置 所以这个案例目前在走什么呀 侧眼退户 我们先暂时把它放到观察池里 如果再有一栋的时候 我们再来提醒大家 高栏股份 高栏股份是我们昨天说 它是跟随着夜冷概念走起来的 今天呢同样的一个动作 今天早盘的时候是一个低开 低开了之后 我们昨天给它的是上三一的位置 是24块9毛1 看一下它最高打到哪了 是不是跟刚才那个是一样的呀 24块9毛1 打到这里站不上的时候 就是一个离场位置 24块9毛1在这 也可能等不到它 早晨低开向上走 第一波的时候走掉 那第二波走到这的时候 24块9毛1 你一看它站不住的时候 我就要先离场 那这个是今天出了什么 酒阴对吧 量注圣阴 价注圣阴 那这是一个酒阴的一个形态 我们先把它暂时 提出跟踪时 阴阳转化的一个位置 要走彻眼退户的一个节奏了 急红股份也是昨天我们提到的 是假阴真阳反包围墙 这个地方没有走反包 它开始走什么了 回调 缩量回调 这个地方要等它有一个回踩 也就是过风保顶 回踩到这儿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个我们暂时要在下方 18块4毛2左右的地方 再来跟踪它 这是这个案例 华凯100 这个 刚才讲过了 对吧 这个是我们竞价了之后 今天来了个低开 常态是要离场的 缩三一了之后 我们要等它回调到位之后 出一个低量 这是一个左锋之下 左锋之下的一个下蹲动作 缩三一嘛 说明在这个地方开始下蹲的 内蒙新华 内蒙新华是我们昨天提 昨天提到的 那么今天它是走了一个什么呀 长发单枪跌破二一位 所以这个位置也是先离场的 它属于传媒娱乐 传媒娱乐的板块的前排掉对了之后 后排就稍微显得有点弱 但是我们整体说它属于什么呀 低位 风险不大 还可以再等它回调到位之后再观察 所以这个我们暂时先把它踢出来 它回踩到位的时候我们再提醒 浪潮信息刚才也跟大家讲过了 它属于一个波段跟踪的一个案例 回踩到位的时候 这个还是可以再看的 属于适合以买音 这样的案例 好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股持的一个跟踪 然后我们再讲其中的一个生命周期 因为生命周期是作为我们非常重要的一节课 我们来用这个来看一下生命周期 生命周期也就是说我们一个股票都是有生命的 那么我们生命说 它从顶部开始这一波的一个下跌 它是要有五级的一个下跌 这个不是绝对的啊 大概来讲 我们说它下跌最好达到幅度是50%到70%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幅度 用这个小尺子 这个下字上面的这个小尺子点一下 然后从它的顶一直量到它的底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下跌这个幅度 这个是在这个里 那这个幅度达到多少73% 所以从生命周期来讲 它是下跌 长期下跌已到位 那我们来说下跌的时候 它通常也跟我们上升是一样 可以画金梯的对吧 下跌也是可以画梯子的 来怎么画呢 每一波下跌的一个底 就是它的一个梯子的一个位置 这个地方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级对吧 这是一级 那这里是一级三级 画大的就可以 这个就画歪了 在这里 这里是不是每一级都是一个下跌呀 这里 这里 那么其后是这里 然后最最底下是在这里 通常情况下它都会有五级 有的甚至会更多 是有六级和七级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一级两级三级四级五级六级 对吧 七级 那这个是属于一个达标的 最少是有差不多五级左右的一个下跌 那我们说有了这个下跌幅度 这个地方是一 那么其次就要有什么了 二 二是什么 横盘震荡整理 主力在这个地方走出了 攻守冲防冲 彻眼退后退 攻守冲防冲 彻眼退后退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横盘震荡 主力在干嘛 在吸筹 那我来看一下 用这个股票来给大家讲一下 下跌到这儿了之后 那是不是出现高亮了 是不是走了攻守冲防冲 然后彻眼退后退 那么在这个横盘整理震荡期间 来看一下前方的高亮在这里 这里是根高亮 那么它是不是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 在做一个整理震荡啊 打到底的时候有回踩有支撑 打到上面的时候 预阻了之后呢 开始出现了什么 筹码的转移和交换 之后再下来下端继续洗盘 那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二阶段 就是出现了横盘震荡整理的阶段 那么第三阶段是什么呀 是不是就是过掉最近的高亮风 出现了拉升 那我们说这里是高亮风 什么时候它达到了什么 直接突破了左侧的这个群峰之后 那这里是不是它前期 这几个地方啊 如果过了这个风之后 是不是要走一波冲断了 那这个整体就是我们对生命周期的一个解释 我们发过一张图 图中非常明确的画到了生命周期所对应的战法 那么从下跌图中我们是不参与的 在底部出现了凹底陶金 这个地方它是有凹底陶金 那么在向上走的时候就会出现什么 凹口陶金 在向上走的时候就什么 过风保顶风下下蹲风下叙事 这一阶段可以走岁阳慢升岁阳慢升 那么在这一阶段是有一个风下下蹲 也就是说我们说的一个挖了金坑的一个动作 也有的案例当中会出现一个凹口一个金勺 这是一个鞋勺 然后出现这样的一个动作 都是有的 那我们所对应的这个图谱 在我们的解读群里也都有 大家可以把它存起来 经常对照一下自己的股票上 来看一下目前是走到哪个阶段的 好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股票跟踪和扫盲 就是我们的生命周期这一阶段 好的那接下来有原方师兄来跟大家分享 大家不用退出直接在这继续等就OK了 好的那今天就到这里再见